這暫時來看 禮拜五看起來好像回省了 226億 真的或假的 到底是不是真的有回心轉移 那外資回來 到底台股占新三月的高峰 有沒有可能在月底 因為月初被元宵節的 是不是崩盤的效應 大家非常擔心 那這個波段 到底我們的台股情況如何 能不能在月底的時候 直接再把這個技術線形 整個往上再拉 那很多投資人 都放大眼睛在看 那麼目前為止 希望能夠搶攻三月的一個高點 也就是多少呢 16,410點 那麼大家都希望 站住16,300點 這是非常重要的一個訊號 那麼直接回談 究竟接下來 這個這幾天 因為外資結帳 投信結帳 特別是國內的投信 結帳的行情 在目前為止 應該差不多都差不多到月底 也是季底坐商的一個情況 照理來說應該都差不多了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台積電的究竟有沒有機會 一吐悶氣 因為台積電 它在上個禮拜 如果一口氣 這個飆漲幅度有2.61% 領先美股 你看美股後來才會飆漲了 大概5.5%左右 那上個禮拜佔穩了590 有沒有機會 我們破題就跟大家講的 再佔回到這個600塊的這個關卡 回到這個月線之上 這都是非常多的投資人非常重視的 但是這個波段大家都知道 即便美股上個禮拜開始回到了 這個所謂的季線 包括那個費半 包括這個NASDAQ 但是是不是一定能夠保證 我們國內的這個科技類股 能夠持續有所表現 還是開始輪動到這所謂的拜登概念股 它的一堆綠能也好啊 或者是鋼鐵啊 這個原物料行情往這個地方轉 這個部分都是我們投資人做早課 重點就在這裡了 而且畢竟中小型的類股 的傳產類股 他們比較juicy 這個股價都比較親民 所以在這個部分 大家可以多多留意了 那除了這一點之外 來 我們趕快來看下一張 那這個裡面 好 這個我們剛剛已經跟大家預告了 這個也不算預告了 也就是說跟大家統計啊 告訴大家這個結果是什麼 果然台積電這一波的回答 誰進去撿了 哎等等等等 我們所有的投資人啊 我們的螞蟻熊兵 這一次啊 台積電首次突破百萬人的大關了 但是在這個情況之下啊 裡面他有任何的事情 沒有所謂的一面倒的好 那這次這裡面證明 大家在盤錢不斷呼籲我們投資人 對我們台積電有信心 他會給你公道的部分 大家都聽到了 但是在這裡面 我們還是要去注意啊 因為這次一度下殺到多少 是570 所以很多人直接抄底 從570直接進場去撿啊 對你來講這個波段 你當然會是有機會是 比較所謂的撿便宜 也算是給你獲利的口袋 你看從570直接 現在又到了590 至少漲了20塊20塊 所以很多人也許覺得哇 這個波段情況不錯 拼命在湧入 但是我們還是必須要講啊 當你這個size變大的時候 所有的股票股民啊 大家集中在我們相信了台積電的 這個情況之下 它其實對一個股市來講 也是一個難免 它不算是非常非常的健康 所以如果說我們在這個短短的時間之內 暴增了多少人 36萬人 全部都變成了這個台積電的小股東 哎我只能說哈 這畢竟對一個台股來講 也不是那麼那麼的健康 那你想想看 以後我們變成 我們要拉指數要拉誰的 就一定非得拉台積電不可 那當那天台積電 哪有人365天 每一天都有好日子過 不可能嘛 所以在這個200多天的情況之下 你不可能每一天都招呼台積電 那是不是就影響台股 指數又更大了 所以我覺得在這個部分 我覺得我們的投資人 畢竟我就想偏食 不能完全只吃一道菜 這個我覺得我們是 讓台股未來更健康的話 其實還是有那麼多 1600-1700檔的好股票 還是那麼多嘛 所以我覺得 除了我們都 focus在台積電之外 哇這個直逼中鋼的台積電 是不是有機會 未來我們更分散 分散一點 我們投資人不如完全都往這個 台積田這條大船上擠 那我覺得這會讓台股更健康 那麼接下來還有另外的重點 我們也要讓投資人知道 那在這個部分國產疫苗 7月打算要量產了 因為這段時間大家都吃了 這國際的疫苗的虧 那在這裡面 當然就有的人會覺得 這是因為報名牌了 一直在推除了前一段時間 我們投庫這邊講了很多次的 除了高端之外 因為高端畢竟也長多了 那接下來還有誰呢 也就是所謂的聯亞的生計 那聯亞生計有據說有可能會去做一些相關的代工 那但是它目前的情況呢 因為我們也只能說我們不只是我們國內有迫切的需要 因為畢竟國產疫苗你如果這一天不突破 你就受制於國際的這個疫苗就更增加一天 那但是大家那個會擔心是什麼 哎這個連AZ疫苗搞了半天都有那麼多的副作用 好多這個出了這麼多的問題 那我們國產疫苗 你到底二期臨床你突破了沒 現在都還在二期 所以我們只能說 我們的聯亞生計啦 或者是這個高端疫苗 跟各方面我們在國內 一直還是要多加加油 那在這裡面 這個二期臨床 如果你不突破 雖然就目前為止 高端疫苗它是有做臨長類了 臨長類就是說它有拿所謂的橫河的 那邊的一個猴子啊 就是他們的那邊橫河猴啊 來做那個人體的試驗 那猴子畢竟跟我們這個真正的人體的試驗 還是這個距離有一些 可是你要拿它怎麼辦 因為我們國內 台灣不是疫情非常控制的非常好 我們就是沒有那麼多的case可以做 那怎麼辦 所以在這裡面 這個拉鋸之間 我們希望這個二期的臨床實驗 這個我們國內的這個疫苗業者多多加油 那麼接下來這個國內的市場 我們就可以台灣人盡量的依靠自己自製的疫苗 在你目前你又不願意開放中國的疫苗 進來打的情況之下 那國際的這個疫苗 大咖的都被這個美國啦 這個歐盟啊 這些人全部都不可以走了 我們能靠是誰 就是國內的疫苗 所以我們希望我們國內的這個 疫苗的研發進度能夠更快 更快速 但快不代表你安全的部分 要完全不照顧 在這個部分拿捏之間呢 這個希望說對我們國內的投資人啊 我們也可以多多關注 但是不代表他們已經完全成形 所以這部分也提供給我們國人做參考 那麼還有呢 我們現在趕快看一下 下一張好 刺卡也是我們跟大家關注的 那這個部分啊 我想很多的投資人 已經早就都進場去佈局了 他從這個八十幾塊 這不到一百塊 這個一路漲了一百多 哇現在已經這個這個數字 我們就不用特別再多做廣告 但是這一段時間以來 他的股價的飆升啊 速度他已經被管制了啊 這個幾乎是20分鐘一個一個盤 那在這裡面啊 當然這幾天可能說不定 如果比較回文之後 可以做可以做一點點 稍稍做一些警戒釋放 但是你看這個高端疫苗 他的新冠疫苗 他產生的一個聯盟啊 如果這個消息一傳出 你看不完全只是在一家嘛 到時候他同步 好這個有四家公司 一起協力幫他完成這疫苗 好那我們希望說這個部分 有沒有可能 這個就地生產 才是以後長期知道 就像是那個這個 這個當年好 我們在這個 就是SARS期間 到後來我們有這個國光生 自己本身 疫苗自產自足 我覺得那個才是真正的 完全的解決 知道所以我相信 台股已經花了不少的時間 跟功夫給了這些公司 生產疫苗公司很多很多股價的 看好的一個機會 那麼接下來大家就是在等 他們自己本身 自己是不是能夠再接再厲 把自己的這個 除了股價還會做 那是不是包括東洋啦 那這個南光化學等等 大家國產疫苗 大家對你期待這麼多 那你未來這些部分都能夠一體成型 形成一個國內的 國產疫苗的生產鏈 供應鏈 好這部分的聯盟成型 我想這個不只是我們國內 疫苗有實質的關切 也是你股價上 最有表現的一個階段點了 那我們希望說這個 我們大家共同祈禱 希望這個部分 國產疫苗的成型 不是只有炒股價而已 不是這個不斷的放信息 而是你實質的提出 你自己本身在這方面的進度 而且突破二期 未來能夠成為國人 都非常相信疫苗 這個不只是救股市啊 也是救自己 也不只是救生技股 那當然是 當然還能夠想象的 接下來哇 這個生技類股 也是一個非常大的看重目標 不是一個人 不是一個人 是特別想像的 這是一個人 不得不留意的 不是一個人